然后呢 就是说一些 就可以去讲一些 就是重参数化的方法 这里呢 我们要介入一个假设 就是说我们认为 它的本质上 这个优化的过程 本质上是可以 是在一个低维的空间完成 我们就可以把120个任务 的这个优化 给它压缩到一个 低维的子空间里 这个子空间可以 可能只有五维 然后呢 这个五维呢 我们就在这个五维里边 去进行训练 去训练一个五维的向量 然后呢 再把它给放缩到 原来的参数里 就会发现在低维空间里 找到的这个解 它就可以在120个任务上 同时都表现得很好 就是说他们可能会 就是我们在一个 大部分的条件下 这可能很多个任务之间 他们都有一个 公共的地位的子空间 然后这个子空间呢 我们可以在 从中寻找一个解 让它在120个任务上 都能表现得很好 然后这里呢 我们实际上 要训练的参数 也是不多的 就是说这也 我们也把它认为一种 是一种 但是它听力的方法 然后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也是一个 比较出名的工作 它叫Laura 它怎么做呢 它说它不是把模型的 优化认为是低微了 它认为它本质上是低质的 就是说 它怎么说低质呢 就是说它这些 要优化的这些矩阵 它实际上 是本质上低质的 当然了 我们实际观察中 实际上它本质上 实际上观察中 它并不是低质的 它 但是呢 我们可以强行的 把它做一个 低质分解 强行的做低质分解之后呢 它就是说我们可以把 它 比如说这个矩阵 它可以1000乘1000 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一个1000乘2 和一个2乘1000的 这样的话呢 就减少了很多很多的计算量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重参数化的方法 它本质上其实是 有一些联系的 然后这些联系呢 就是说 它那个 它都基于一个基本的假设 相似的假设 这个假设呢 就是说 模型的优化 它本质上 可以用一个很少代价来完成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给映射到 一个低微或者低质的过程 说它用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去完成这个 模型的优化